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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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口被朗基努斯枪刺穿 受到了致命一击 头雕部分保留了六号机最有特色的墨镜眼 口腔内部也有丰富的细节刻画 虽说只是地台的一部分 但六号机的整体涂装和细节表现 都不亚于身为雕像主体的十三号机 可以说是此款雕像的一大亮点 接着看一下雕像主体 十三号机筑立在第三新东京式的废墟之上 脚下躺着画作第十二使徒的六号机残骸 右手举起 如咆哮般的姿态 给人一种神明般的压迫感 此次十三号机保留了原作中的设定 拥有和初号机相似的外形和配色 但是在盔甲部分进行了二次创作 增添了许多细节 腿部厚重的铠甲上能看到肌肉的线条 呼应了EVA是终极泛用人形决战兵器的设定 膝盖部位充满了机械细节的可怀 腹部的黑色铠甲层次分明 并且充满了战斗的痕迹 隐藏在胸口处的两条手臂已完全展开 可以看到十三号机独特的插字型胸甲 肩甲处可以看到EVA最有辨识度的拘束器 以及荧光绿的涂装 背后可以看到十三号机独特的双插入栓设计 十三号机的另一大特色便是拥有四条手臂 其中一条手臂高高举起 另外两条手臂可握持一把朗吉努斯枪 最后一条手臂采用了下垂的姿势 此次豪华版还额外提供了一把 以朗吉努斯枪没设计灵感的长剑 可以摆出另外一组造型 头雕部分总共有两款 一款是常态下的普通头雕 眼部可以发出黄色的光芒 另一款则是豪华版独有的愤怒咆哮头雕 眼部可以发出红色的光芒 总体来说此次十三号机沿用了概念版初号机的设计理念 在EVA原本光滑平整的外甲上增添了许多的细节刻画 同时又保留了十三号机的基本特征 以六号机为主体的地台设计 和以朗吉努斯枪为灵感的原创武器 也为这款作品增添了不少新意 Josh Nizzi基于原著的二次创作 加上Prime One Studio优秀的成品做工 使得眼前的这款十三号机 成为了市面上独一无二的优秀EVA雕像作品 那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大家如果喜欢这款概念版EVA十三号机 请在弹幕里抠一 这里要预告一下 Prime One Studio设计出品的《非疫情天柱》 最近也在陆续出货中 到货后我会做一期节目 大家可以先期待和关注一下 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一键三连 关注和转发 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